大家好,欢迎收看昌林画国画 这是一张麻纸卡纸,尺寸是50厘米乘50厘米 这是一张典型的传统的国画山水小写衣,非常典型,构图也比较典型 画这张画,我用了三支饼,主要是用的是大狼豪,还有一支小狼豪 另外,画这些竹子,我用的是一支钩线饼 我用的是这样的墨,悬明的,这瓶墨呢,70块钱 我用的是超浓的,就是最黑的,这个墨特别黑,这样的话,画这种小写衣非常好 你看它这个设计非常好,只有一个小口,我们出墨,每次就出一顶 你看这个设计太好了 我的这个消费观念啊,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走期感觉还舍不得,感觉墨都差不多 自己用了一下,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你看我每次画画,我都是先滴一滴 这个效果啊,只有自己用啊,才能感受出来 这种超浓的墨啊,一旦水分少了以后,它会出现非白 你看这是一张,纯升旋,而且我这张升旋是非常生的那种 你看非常干 这样的话,它的层次出的就会比较多 画这种小写衣啊,一定要注意啊,这种区别啊,这种对比,黑白 千万不要用一个颜色啊,来画,一开始画的淡一点 然后到后期,不断的加重 你看我这些小黑点啊,都是后期点上去的 一层一层的,它就厚重 这样的作品啊,画起来还挺费时的 画这种作品,切记一点,不要一鼓作气画完 啊,没事蹭几笔,等它干了以后,再往上画 如果没有干,你再往上上色,就很容易晕掉 好,我们下期见